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灵修进度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3章 延续昨天雅各在比努伊勒的转变 最直接的转变就是 昨天提到雅各原本是把自己放在队伍最后面 然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一反过去的行径 反而一跃就冲到了队伍的最前线 持求面对他最惧怕的根源 他的哥哥伊嫂 当然从他交代妻女在后头的安排就可知道 雅各很清楚 事件的风险素质仍然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他知道神同在 一切都将平安稳妥 或许真因着神的怜悯跟应许 雅各的哥哥伊嫂果真没有记仇失行报复 反而以拥抱亲嘴回应 顿时兄弟两人都哭了 这真是恩典 毕竟在看了许多火生生家族因家常或冲突后 一生再一步来往的场面之后 伊嫂雅各兄弟细强的仇恨 在阔别二十年 人能够因为信仰而居中 得以用泪水化解仇恨的结局 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 在兄弟细强的美好结局 伊嫂立即邀请弟弟与他一同回他的住处 希尔 圣经没有说雅各什么时候回到了希尔去 但从伊嫂跟雅各后来一同埋葬父亲伊萨 可以知道他们是真的已经和好了 人们在经历恩典的时候 往往都会为神大大的热心一阵子 正如在轰轰烈烈的激情过后 如何开始过永续的生活 才是真正的考验 雅各的生命是不断的 因着神的应许得以存活至今 我相信他的确知道神的全能 日后的生命也将继续经历 神的恩典与神同行 但这不代表他的生命能够在一夕之间 如咸鱼翻身一样就被改变 因为在神和好之后 雅各没有马上起行回到当年天梯遇见神时 神应许他回到本族本地的地方 雅各他反而在树哥这个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 树哥位于约旦的河东 雅伯渡口以北的一个地区 这地土壤是肥沃的草原很充足 很明显这不是神呼召他回去的目的地 但是雅各他仍在此停留建造房屋 也为牲畜搭棚 就算后来雅各带领家族回到迦南地池 成为据代表声望的组长 但仍然从其后的经文可以看到 家族虽然蒙神的祝福 人性的软弱却从来没有少过 请各位能够一起来期待明天的经文的分享 弟兄姐妹 经历恩典之后才是真正与神建立关系的开始 切记 不要在经历神激活恩典后 停止与神的交通 神明明知道大部分的人在经历恩典之后 仍然会犯错 甚至再次的背叛 但神仍然愿意给我们恩典 因为这是身为父亲对孩子的恩宠 在神眼中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孩子 求神让我们能够自觉 能够成长 长大 在神的家中成为能够担负责任的属灵生命 做家人与同工之间美好的榜样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能够复兴我们每一个人起来 做你的工 你我都知道我们人不断的在犯罪 不断的仍然有不讨你喜悦的事 与言语在心中缠绕着 但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求主兴起我们 建造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工人 一生追随成为你的仆人 我们献上感恩祷告 都是奉主你的名穷 阿们